玩具TV 第十一季第九集 一擺出來 砰一聲 日本的戰神雖然被擊沉 大禍 不過今次大禍的表演變了 舞狀 舞狀 為什麼會沒有大禍呢 知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這個系列的Coby 其實他拿了一個紀錄 一個是World of Tanks 一個是World of Warships 他將大禍放進World of Warships的系列 但是我問過了 第四季他們會出大禍 暫時我們看到一般的零售 有得賣的就是這隻舞狀 指揮艦 舞狀有沒有被擊沉 其實兩隻都擊沉 不過舞狀就更早 更死得快點 1944年 在菲律賓對出東面 海面上的終極的海戰 尤其是來最大規模的海戰 就是盟軍對日軍 超過百艘戰艦 2000飛機 打了一場最後的戰役 最慘烈的戰役 是的 也是最後一次 有空母和戰艦一起有的戰役 那次舞狀就沉了 其實那隻日本皇軍也很慘 沉了17隻戰艦或空母級的戰艦 基本上海軍的勢力都沒有了三分二 七七八八 沒有了 之前幾個戰役都已經沒有那些空母 這次更加顯示 大禍好捱到1945年後來都沒有了 我看到他也出了這個Bishmark之後 這個也是很有名的戰艦 沒錯 就是德國的一隊姐妹艦 德國那隊最大的戰列艦 多謝而言 但是德國的戰艦就比較細緻 而且戰績就沒有那麼揮和 沒錯 不過其實我一直拿著這本文 因為本身這本文 嘩 大佬 純粹真是 真是教你怎樣欠這一個武藏 都已經有 嘩 第一個Fast Forward先 很多頁 超過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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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說明書都兩本 嘩 兩本說明書 其實總共有 嘩 到最後 嘩 我手軟啊 大佬 四百一十九個Step 即是當你一版有兩三個Step 是 四百十九個Step 我最後是二百八十三的 是 這個是第一本 兩本這麼厚的說明書 等下這個 好重 有多少顆呢 二千四百三十顆 是 但其實我的重點就是 想問一問究竟你是哪一個 砌這部武藏的呢 這個是 說了是我 其實是我女兒砌 砌了幾天 用了差不多 前後 三天時間當然不是不停 不明不憂 不明不憂 但是估計差不多要二十小時左右 因為一般之前介紹的砌車 大型那些要三個鐘 但這輛二千幾顆 即是你一個大型車五百顆 這個差不多是五倍砌車 即五個砌車 即是差不多是十幾個鐘 二十個鐘才砌得完 不過其實真的 如果你的女兒對這件事沒有興趣 其實她真的熬不到那麼久 因為她據說她砌得很開心 因為其實砌積木 那個魅力 即是在過程裏面 你不單止是可以一路看著那個作品 在那裡承認 就是有時候看到那個設計師 即是那個公司 以及怎樣用心去放內 因為其實一隻武藏 你看到她有些是 銀銀銀銀銀的 其實她是流線型的 但她用幾多顆去 造成這個流線型 亦都說有幾滑或有幾乱凸 是取決於這個設計師 他們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平衡得不錯 即是你玩開戰艦的朋友 你都覺得 即是出來了整隻營 你看到嗎 即是德哥也看到 而且她有一個比例的 一比三百 這隻戰艦差不多是有九十cm長 即是差不多一米 即是一比三百 比例就跟了 但當然你說那些 積木的特點就是 它也是一顆顆 但是它是平衡的 你又看到它的形狀就出來了 又不會變成一隻模型 這個特別之處 而且砌一會兒 我最開心的是 你不用噴油 即是你吃完飯 你吃完飯 有空就砌幾顆 或者睡前砌幾顆 你可能幾天後 就砌到這麼大的戰艦 其實阿迪現在摸到 都知道 每一個個別的炮塔 都可以動 沒錯 小的炮塔就左右 這些大的炮塔 除了本身的炮塔之外 這些炮管都可以調整 確實真的不能說 那些經典高賀爾茲的畫 就是那隻大和武藏 就是那些炮 每一隻都不同的角度 對 沒錯 很多戰機飛來飛去 如果實際用途 它是否也會這樣 你說真是戰爭 對 也是會 因為不同角度 因為那些炮 是當時二次大戰 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大炮 現在戰艦不會用大龍炮 也不需要 對 和這個方法 是否大包圍不同的距離 對 火網也有直射 對 因為通常 戰艦與戰艦之間的攻擊 其實有少少拋物線的飛彈 不會是直射的 你看它一定是高角度射 然後計算射程 還有很誇張 這輛炮當年最窄的口徑 是18.1吋 最終是尺半那麼寬 炮彈是40cm直徑 厲害 是很誇張 之前也見過木村度載 也拍過電影 大和嗎 好像是 很多明星都有做這個 日本有一隻1比10 好像1比10 1比101 也拍過 也不算很重 所以還可以 還有船底部分 可以給大家看看 看到螺旋像和方向駝 都出現了 不過我們看不到 正常就很少人看得到 我看得到 很少人看得到 舉高態度 沒錯 所以二千幾粒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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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一千一百元至一千元左右 二千四百幾粒 其實是划算的 你這個計法無止粒 你真的可以 找到食 其實是挺划算的 因為數量來講 其他主流牌子 你應該不知道這個價錢 它有沒有盒子 有的 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沒有帶來 這類型的 Lego 起碼三四千元 可能是 你會計算到 玩開積目的朋友會知道 如果想留意 再詳細些介紹 其實我已經拍了一個片 正在剪輯 我會詳細些 但因為這個產品本身 比較有特色 值得上來 Live Show 給大家看 因為比較特別 這類型的積目系 這類型的作品 還要是這麼仔細 也挺可怕 你看看她的正面 有那個大和號那種 高賀爾之畫面 沒有撞 高賀爾之畫面 將來如果出大和的話 到時候又砌多久 小妹妹 應該差不多時間了 你女兒多大 中四 中四 完全聽得到 沒問題 剛才你說小朋友 七八歲都聽得到 有時候砌的時候 要小心的部分 長短那些 大小粒那些 其實要專注一點 因為有時候砌錯了 你不知道 再拆 這個有守護 很好玩的 一個過程 你會發現整個船的結構 是很實正的 剛才我們拿起來 是不會散的 因為我試過砌過一些 另外一些副廠的 不是那麼好的牌子 一道大型的積木 其實砌完那頭 就一邊甩出來 而且會不耐玩 現在這個 其實我單手拿 希望不要難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在結構上 他們做得很充足 還有本身膠料 他們是不錯的 因為你會發現 有時候會尖角去介手 或者彈性不夠 這些都是會 在這些不好的廠裡發生 能不能放在浴缸上 放小船 這個哥哥的問題 其實如果照看 因為他 是膠來的 膠是可以浮 不過因為他 要是積木的方式 他的船底是有縫的 如果水進去的話 可能船會 不知道怎樣 我未試過 試一下 像故事一樣 都是 我見過那些鬼仔 就傻到 砌一隻鐵達尼 即是同一間廠 他就放在泳池裡玩 是 都能放倒一下 即是不會積沉 即是同一隻鐵達尼 都是慢慢地沉 是 可以上網看這片 其實這個牌子 很多片在外國都很流行 很多德國 用廣英文的朋友 做很多review 我們還廣東話 應該沒有 所以我們就想 Combie這間廠是英國廠 波蘭 波蘭 這個地方有很多著名的博物館 尤其是戰車博物館 納粹集中營的博物館 去波蘭 看到很多異戰遺跡 以及歷史資料 好 今次先玩到這裏 又可以看看有甚麼 然後繼續爆 沒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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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ebenfalls 謝謝